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现在肺部呢 它有点接块 肺部是好很多 因为消炎了嘛 但是它问题就是转到脑部 这个是比较麻烦 现在医生不会担心他肺 是担心他脑部 脑的是的 他现在这个脑部呢 发展的比较快 这跟他这个人呢 一直呢 有疑心病很重 他疑心病重 第二呢 他过去呢 曾经用脑子呢 就是对人家造成过不利的事情 听得懂 所以这个是业障 你至少叫他要现在要一天要念个五遍那个礼服 哦 明白师傅 那师傅他需要多少小房子呢 应该两百八吧 两百八十张啊 那需要放成多少条鱼呢 多少条鱼 八百八百六十条 八百六十条鱼 对吧 对对对对 啊 好的 师傅 那他的身上打开的孩子走没走了 师傅 几几年属的 属的 一九六六年属马 女的 师傅 他打开还是操作走了 嗯 哦 他主要问题 他主要问题还是他的夜报啊 啊 他的夜报啊 上辈子的夜报 那师傅他需不需要就是说 呃 需要就是说吃中药 就中中医调理呢 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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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哈 我觉得他如果非常相信 你应该能够感觉到 如果他非常相信的话 嗯 那你就让他吃中药 调理 如果他不是太相信的话 那你就让他西医来处理吧 嗯 西医处理嘛 就是左一道右一道了 脑子上 嗯 这个 左一道右一道的 这个 因为脑部神经系统非常的 盛密 而且呢 有时候呢 人的 细胞源的 每一天的这个流量啊 阻隔啊 嗯 它实际上对脑神经都会起到一定的 这个 这个 我们说就是一个正颤的作用 因为人的思维有时候是靠正颤出来的 你明白吗 明白了 师傅 感恩师傅 也挺 也挺师傅 人家说起来一句话 叫 叫 一机灵 就出 脑子就出个点子出来 一机灵 是 实际上就是正颤呀 明白了吗 嗯 嗯 明白了师傅 也感恩师傅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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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